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取粉重无水氯化钙60克 慢慢加入热水中 则可看到溶液沸腾的现象 最后得到澄清溶液 以温度计量测溶液的温度 溶液为101度C 根据王同学所做的实验与观测及推测 下列叙述何者是正确 A选项 图示的实验装置正确无误 我们看到图上应该要加装一个陶瓷纤维网 为的是让热量可以均匀分散 防止火源直接对着烧杯加热 而使烧杯破裂 所以陶瓷纤维网有助于防止烧杯的破裂 所以A选项是错的 接下来B选项 在101度C时 氯化钙的溶解度应大于每100毫升水中有30克的溶值 那我们由步骤三可以知道 200毫升的水中101度C至少溶解了60克的溶值 而形成了澄清的溶液 所以101度C时氯化钙的溶解度应大于30克每100毫升水是对的 接下来C选项 氯化钙固体溶解时应该是吸热的 有步骤二可以知道 80度C的水融入污水氯化钙时 温度上升至101度C 所以固体溶解的时候应该是放热的 才会使容易的溶温上升 所以C选项是错的 这个应该是放热 接下来猪选项 粉状的氯化钙加入时造成涂肺时水温上升 那是因为融入氯化钙 那是因为融入氯化钙放热时水温上升至容易沸点以上而造成沸腾的现象 所以猪选项也是错的 接下来加入粉状的无水氯化钙时应以温度计缓缓的搅拌均匀 我们在搅拌的时候一定要使用波棒来搅拌 不能够使用温度计来代替一面温度计破裂 里头的红色墨水或者是水银会流出这样造成危险 所以本题的答案选择的是B选项